这还因为遭遇了 这没错 这是洋味的 蛮羊子 我脱脱了 我都不吃了 你等着,你也没有一个啊 我一会儿拥有那种 厚厚的 侍应不满 我们最后一局打白狼王吧 因为一点了有点晚 好吧 不要打狼枪了 不用了 你联系吗 你联系吗 没有联系 你自己讲两个 你一叫发言认识 不讶断 没有发言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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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经不可能是双朗 我认为一刹里面只能出一匹 因为在就我看那边的时候 就大家都上紧了嘛 就两张牌没上紧 一对十二 就是一一直在就这种坐姿 然后用余光瞟的这个十二 所以我认为两张见面牌应该不会这样子 就是这是一个不经意的坐坐 就我不认为这样子是坐坐 我就是他 他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细节被我瞟到了 是被我敏锐的捕捉到了 所以不是 所以不是坐坐的问题 我认为他们真的是不认识 只是我这个人比较敏锐 比较强 对吧 所以我认为一应该是那张好人 如果锦下出廊就是那个十二 对吧 你爸把锦会流放到了一 我不知道 但你验我九 有可能吧 我只能说我这个人确实是应该被验一验的 对吧 因为我这个人不被验 我不会发言 容易被扛推 因为我不太会发言 对吧 虽然发言还蛮好的就是了 我认为爸不知道是不是个愿意 我觉得不是很像 我觉得十二一里面 我认为十二偏向那张狼 一偏向那张好人 十十一里面 十十一里面 我认为十十一有可能是两张好人吧 因为十一在 我评价一十二的时候 十一在那边跟我点头 十我认为他在那边好像也点了头 我认为十十应该是两张好人 八如果是张预言家 就是八九十十一都是好人 十二是那张狼 一是那张好人 后只为二三四五六七里面出三张狼 出四张狼 出三张狼 对吧 请上出三张 请下十二是一张 请上出三张 如果八是张预言家 八如果不是八十二两狼 二三四五六七里面出两匹 这是我所有的发言 罗绩结束 谢谢大家 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认为你是个好人 但这个八可能是个原家 因为你盘如果紧下不是两狼 那你就盘紧下一狼 对吧 因为他是守之位第一个发言 他第一个发言起来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个好人 你盘如果紧上三了 他给你一张好人牌发一张精水 是博什么力度呢 因为你这张盘 对我替你发言像个好人 对吗 因为这张八给你发一张精水 他是守之位第一个发言 除非能说 这个八看了一圈 看你不像个预言家 往里头上发个精水 对不对 你认为紧上一定是多狼的格局 那你自己是个好人 他给你发精水 其实力度还行 对吧 且他点了那张十一 我觉得这轮十一不太好 又跟第一轮拿狼一样 略行紧张 你不要吃东西来演示你的紧张 好吧 先放一放 听我聊完你再去吃 好吧 不要这么尬 脸不要红 气不要喘 好吗 我认为十一是个狼 我在前周围给你这么大压力 你发言一定不要变形 好好发言 你发言不要抖 不要像第一轮那么紧张 好吗 大胆出来跟这张八汗跳 因为这张九 是八的精水 都没有选择去战变这个八 对不对 我不知道这个九是不是在钓鱼 反正我不是内钓鱼 好吗 我可能偏心一九像个预言家 偏心一八像个预言家 好吗 我认为十一这轮不太好 过 这轮不太知道这个十了 我觉得九像个好人 因为他事业跟我很像 首先一十二 开牌之后 锦下两张牌的时候 这个一盯着十二 十二盯着一 但谁像狼人 我看不出来 我只能告诉你们十二一一定不认识 也不一定里面有狼人 但是一定不是双狼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我很赞同 我上井其实很想听八 因为我觉得八一定摸了一张 跟前三把都不一样的身份 拿了牌表情内紧张 这个八号玩家 我评价你一下的发言 好吧 你说 其实我订八有点像汉跳 我订九像个这样好人牌 十我不太知道 因为他打了我 占了我不觉得是预言家的编 首先八号玩家 你个人属性 是一张喜欢去保别人的牌 对吧 而且我觉得你偏自信 我觉得你偏自信 首先你上一轮去保了四 你到最后面都说四 一定是个好人 对吧 那我觉得你保错了 在第二把保错了七九 我觉得你一定不会从七九里面去验 就是我对你的个人属性来说 我觉得你验不到这张九 而且我如果订你是一张狼人牌的话 就可能你是个预言家 就是我目前觉得你不太像 对吧 如果你是个狼人 我觉得可能二是你狼同伴 因为你从三和十一里面 这一篇扫过去 说三十一要跟你跳 首先我是个好人 我不认识你 对吧 我觉得三也不认识你 我觉得二可能认识你 我觉得你个二可能是狼同伴 你这一圈扫过去 这一排全部点过 这个二就略过了 真的 好吧 我觉得前这回十啊 听你第二圈吧 我是个好人 你再打我 我说过了 我可能会打你 对吧 但我觉得你 可能是在给我压力吧 是个好人 好吧 嗯 偏不信吧 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十一十二顺验 我第一天验了八十张狼人牌 嗯 我觉得前之位九不太像狼 十和十一 我认为单纯从听发言来讲 我觉得 我觉得十一比十像狼 虽然十号玩家说他抬了八的预言家面 但我听了十一的发言 我觉得十一的发言虽然占了我的边 但我打他这页紧灰流 是因为他听的视角跟我觉得有本质的差别 嗯 可能是个人对个人的了解吧 我觉得十一十不论哪张是狼 我单纯从听发言来讲的话 我这轮可能视角跟厂商的好人牌 还有外智慧的好人牌 可能相比来讲的话有点奇怪 我总觉得十上轮我吃他身份的时候吃错了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狼 然后我记了一下你上轮好人的发言模式 盯着十一锤 我感觉你这轮可能又是一张好人牌 总归十和十一没有关系 其实我警上听发言判断错了也没有关系 用紧灰流去定义就行了 所以我决定去验这个十一 第二张紧灰流去打这个十二吧 我觉得九像张好人牌 他锤的十二跟我的视角一样 我也觉得十二像狼 第一天验了八狼人 那后支位还有三四五六七几张牌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四号玩家 可能你这轮又不是一张好人牌了 那四一会听你发言吧 我上轮锤你锤中了 锤六也锤中了 那这轮呢我没有看六 但是上镜我看了你 我觉得四你不太上一张好人牌了 八号玩家选择退水 那个四号玩家你自己发言吧 过了 锤灰流先十一后十二 预言家 其实我在他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十一号的定义有些奇怪 那八号退水了 那我现在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定义这张二号玩家 因为后支位我觉得总会有四五六七四张牌里面 总会出一张牌跟这张二号牌对调 我为什么说这张牌定义十一定义的有点奇怪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十一好歹是帮了 就是在那个位置觉得八不像 反了这个八觉得更相信后支位的预言家牌 那你在这个位置你是一张预言家牌 虽然十一点了你跟八可能认识 但是你有什么理由在这个位置就是直接验到十一呢 虽然说你觉得十的发言像好人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要验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定是验这张十 而不是验这张十一 这只是我觉得你仅会留留的一点小小的瑕疵 但并不是你的致命的问题 所以说其他的发言我觉得是OK的 那我会再听后支位的发言 这轮为什么上井 对吗 四把了 拿了两把了 一把上井一把没上井 然后这把上一把拿了个守卫 没上井 这把拿了个好人 想想看上井发发言 对吗 赖一赖 没准还能赖出一个好人的身份 那我其实是特别想跟那边的七八对话 不要一直咬着我不放 对吗 没有什么 我可能真的就是天生就这样 脸就这样绷着 没有办法 对吗 那你们觉得想吃我身份 那你们可以吃 那八号在那个位置退水了 那我觉得八 因为我觉得九号像一个好人 所以我觉得八号可能偏好 因为这是一个白狼王的板子 井上发发金水 或发发茶茶什么的 挡爆确实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前这位的八号偏好 那这十 就我觉得九号 他接到八号金水以后的那个反应 我觉得九号像是一张好人排 那九号在那个位置去垂了十二 那我觉得一十二里面 因为我觉得九号是一张好人 我觉得一十二里面的十二可能有点差 而且你等等跟我摆什么鬼脸 有什么好摆的呢 对吗 那我觉得二号一般般 那我会再听后这位四五六七的发言 我是一张好人排 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这个游戏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你 因为这个八号玩家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好 如果拿了好人 这样认证发言之后能退下去水的玩家 且你在后序 如果你等会解释 你是一个诈身份 且不说你发的是后序的金水 那你总得听我两个游戏发言吧 二号玩家发言你就退水 讲实话 二八的发言 八不退水 我会沾边这个二 因为八 我认为你前置 如果你是个游戏家的视角 你一定不止点这几张牌 虽然你解释了 你说因为开牌没有名 但你强调了三遍 我是个游戏家 我认为不像 我在想 因为你们二三的发言 我都没认真去听 因为我在想 或是会回去 谁会去起跳 我认为六一定是跳不起来了 因为六号玩家 在二发言的时候 丝毫没有任何的感觉 好吗 我就在五七里面去找 不是 没有丝毫的感觉 是往笑的 我在五七里面去找 我觉得五一直在打哈欠 不知道是真的困了 还在装困 七呢 是八发言的时候 我认为你底牌可能是个狼人 你后面的发言 基本没听 我认为啊 我自己的感觉吧 我认为七八是双狼 我认为二十个游戏家 可能要么等会七就跳 要么八就是个白狼王 等会就直接自爆带人 我是这样的想法 好吗 我认为十和十一里面 狼人如果出狼人 如果二号玩家 你觉得十十一里面出狼 我觉得是这个十一 因为我觉得十的状态 太像好人了 他敢在前周 那么给十一压力 不然嘛 如果是个狼人 那就是调整好了心态 最后一把 全力以赴了 好吗 所以我认为你是个好人 凭状态 我认为你是个好人 十二和一 你既然留了十一 十二仅会留 你就去验吧 这是我前周围的状态 如果后周围起游戏家 我认为你跳到好的话 我会改变我的想法 好吗 因为我现在目前 只听到了二号 没有退水的一个游戏家的发言 我认为三的发言一般 因为你上井了 我以为你是要搞一波大事情的 你知道吗 我以为说这还不自爆吗 不是游戏家是什么 白狼王直接抱走啊 这一定要搞事情了 在你前周围 你选择战变了这个二十吗 我又回到了第一把 你是一个狼人 二十一个游戏家 发二言就倒购那一把 好吗 我会对你产生警惕的 就这样吧 我认为第一感觉 七八双狼 二十个游戏家 十一是个狼人 七八十一吧 随便打一打 好吗 反正就像八号讲的 我也不是你们谁的精髓 打错了吗 我就打错了 打对了吗 就打对了 我也不负责任的了 对吗 我是个好人 二号玩家 你觉得发言满不满意呢 对吗 不满意我就继续发 我认为啊 六号玩家 我认为你打的还挺好的 对吗 安徽的狼王 我希望这局游戏 如果你是个好人 我希望你在个位置 给我点七四狼 让我们就轻松一点 好吗 我就不用那么 努力的去找狼了 如果点不起 那我就要拍你是个狼人 好吗 你在我心中的配置 应该能点七四个狼人 好吗 应该也没什么时间了 我认为二号玩家 如果你是个原家 你一定能认清我了 好吗 过了 五号玩家发言 刘亚景辉刘 先三 后一吧 好吧 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 翻牌为白狼王 可以发动技能 带走五号玩家 昨夜是平安夜 三 二 一 漂亮了 本局游戏没有锦辉 昨夜死亡的是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 翻牌为猎人 你有十秒钟的时间考虑 思考时间到 请选择发动技能 十一 四号玩家发动技能 带走十一号玩家 四号十一号玩家 请离场 本局游戏没有紧张 现在时间是一点三十分 由六号玩家开始发言 四号玩家 他很优秀 我讲一下 其实我才是游言家 才 赛天要跟你们说过 拿到游言家 会出现什么情况 其实我不能给你们任何信息 好吗 OK 不好意思啊 刚才麦没有弄好 我说一下 其实第一天呢 第一天我并没有选择验人 我想听听大家的发言 因为是白狼王的局 其实讲到奥里 就算我报出来验人的话 他也会选择自报 对吧 我第一天并没有验人 我当时很想报八号叉杀 讲真的 我很想报八号叉杀 那么后来呢 我想一下 我还是验一下吧 因为什么情况呢 他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这张八对九的定义 包括这张二对这张八的定义 让我觉得出了一点问题 就是我可能对他们的身份 出了一点问题 于是第二天我选择验人 我第二天去验了一下 这张九号 因为他在那个 聊得开眼的情况 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第一 这张二猛喷这张八号 就报他茶沙 八号退水了 那么八号第一天 给了九一个精水 我不太理解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任何一张好人牌 不论在任何局 你是不会去给另外一个牌 发精水的 如果你不是冤家的话 因为你这样 你这样做 即使找了好人的视角 同时你也很难退得了水 在真冤家的眼中 你是一张无法抹去嫌疑的牌 所以八号玩家 在我这里 我要把你定是一张 大概率是一张狼人牌打 第三天呢 十一号十张翻牌茶沙 那个九它是一个精水 九号牌它是个精水牌 四号很优秀 它带走了一张铁狼 二号牌选择自爆 带走了一张五号牌很好 那么场上的狼人牌 也很简单了 应该就是十一十二 二 八 二八十一十二嘛 四两狼牌 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 我是一张冤家牌 对吧 那他第二天 去到 他直接自爆带走这张五号 他肯定是个平民了呀 那他是个守卫牌 不会在这位置乱跳的 对吧 刀走了一个猎人牌 守卫总归还在场 我下一页还有验人 你狼队不乖乖叫牌吗 还有个打吗 还有号牌 我拿着说吧 就是下一页我还有一人 守卫也一定还在场 因为五如果是个守卫 他不会在墨州 也取挑冤家的 等于是送 对吧 总共只有两张牌了嘛 他也不可能带自己狼同伴呀 我说一下 第一天没有 第二天九号精水 第三天十一号翻牌查杀 他带十一号的时候 我觉得很轻松了 起码是两狼一走 这轮推八嘛 下轮推十二 不是行了吗 好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 因为很简单 那张狼在那位置猛锤你 总共紧下去 你们两张牌 他何必猛锤一张好人牌 他不想要这锦灰了吗 他们已经帮我定义过你的身份了 我都不需要去验你 我就说验你是浪费一验 好吗 真的 我觉得先闹身份还不错吧 你们自己去排这轮推八 至于八号 为什么你在内部 只要跳张冤家给酒精水 我是不太理解 你可以给我解释 你说你可能想帮我挡刀 因为这是一个白狼王的局 对吧 那总归这轮你排不出身份 你就出局 我觉得是二八十一十二 对吧 因为十在那位置拍了八嘛 十一跟十如果互为狼动脉 两张牌在井上 就去猛打这个八呀 他们两个井方就选择 那么汉嘛 我觉得不太像 我觉得十可能是挂身份 他可能没有选择明确的站边 我觉得十挂身份 所以那就是二八十一十二 这四张狼牌嘛 只能退八向了那十二 好吧 渝言家 过了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八保了 但是我一定可以保你 因为我是个守卫 第一天空守 第二天守得六 第三天守得七 我可以用我的死来保你 再有天验人 所以你不用怕 法官晚上喊我真眼 这个二把五爆掉之后 问我去守谁 我就告诉他 这个六可能是个冤家 因为我那时候打哈欠 做的样子 我跟他玩这么多 我就一定不认五是个冤家 但在这个位置二爆了 我是个好人 你就一定是个冤家 我认为他们会砍你 所以我第一天守了你 他们去砍了这张 第二天是这个九死了 对吗 第三天我守了我自己 因为我 我跟你讲 我内心一直很纠结 我是第二天守我自己 还是守你 因为我吃了一个亏 昨天我是个守卫 第二天我想他们找不到我 所以我守了那个九 结果我被刀死了 今天就反过来 我觉得这个八向好人的原因 是因为 我井上觉得这个二 发八茶沙 八当时退水的那一刻 二真的很尴尬 二真的很尴尬 我认为二八自当的牌 不认识 且 因为我当时想过 除非他们去打八这个点 是个九是个狼 所以他们去 想打这个八 但以至今 九是个好人牌 走掉了 二代的位置 爆八一个茶沙 其实是觉得像原家去爆的 他想去跳的 因为钱瑞这个八 跳的并不好 不是并不好 因为并饱满 因为八自当牌 你们都打八 一定不是个原家 因为他留了紧 会留一跟十二 我觉得 其实 偏差没那么大 我认为如果是一个原家 就算这样的发言 不该被你们打死 就是因为你们钱之为人 太过度打了这个八 所以二期能爆了八一个塔沙 他可能认为八是个原家 后之为这个五起跳了 他认为五一定是 这个八就不是 所以他把五爆了 但是我认为五不是 我认为你一定是 所以我第一天守着你 第二天我守着我自己 第三天 是不是 第一天 第一天空守 第二天守着你 第三天守着我 我明天一定可以守你 所以我觉得八像个好人 我想把八认下来 我认为井下一跟十二里面要开狼 因为这个十的发言是 因为以致八发的精髓是对的 如果十是个狼 在那个位置就不会说 不会说 你九是个好人 但有可能八是个原家 如果 如果现在以致 我觉得八是个好人 九也是个好人 那如果十是个狼 在那个位置没有必要劝九 说 因为如果这个十不认识 如果十是个狼 他不认识这个八 他因为这顺着九 因为他在他视角里面 八可能是个原家 他就顺着九打八就行了 但精髓都反水了 对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十可能不是 我认为一二里面要开狼 井上的两 现在二三都爆了 十一 为什么我认为 你当你爆十一一眼人的时候 我也确定很好 因为这个十一的牌 他真的很尴尬 因为他最多井上的时候 他把这个牌子放在这边 他想看最后谁还在井上 对吗 然后这个三爆了 所以四代的十一很优秀 十一是个狼 常常持剩下一张狼牌了 今天晚上在一跟十二里面 投 你让你去验十跟十二里面一个 我拿命守你 好吗 我觉得八是个好人 我不会投八的 过来 八号玩家请发言 你这张首位呢 可以认 但是讲道理 他这张六今天要出 我觉得他一定有底数情绪 我认为啊 这个六可能是个预言家 我先把你放一轮 你今天如果不挂我呢 你就再验一天人 我认为十是个好人 我认为一跟十二再出一个 因为我能认下你六可能是个预言家呢 是因为我觉得五不像 我跟五玩得多 我认为五不太像个预言家 聊聊自己的心路历程吧 正如你已经把我的心路历程讲出来了 我想帮你挡爆的 但是这个二给我爸丢了个茶沙 挡不了了 他总不能把我爆掉 白狼王只剩把我爆掉 那这个二得吃毒 且二底牌是个白狼王 他给我爸丢了个茶沙 他总不能 他要爆的话早就把我爆了 所以我认为我挡不了了 我认为后知语 一定有一张真于言家 我就退水了 因为 其实我说我没有命 所有人挂想骗你们的 我执命了这张九 我确信 九一定是这张好人 我才敢这么玩 我底牌是个平民 我认为七是个好人 我认为十是个好人 那七之轮跳了个首位 你说六可能是个预言家 我对他有点抵触 因为他说我是个狼 我对他有点抵触 他说我是个狼 他那轮发言说 你爸有可能是帮我挡爆的 那你都觉得我是帮你挡爆的了 那我还能做成一张狼人牌吗 但是你想保他一轮 那保他一轮嘛 因为我也觉得我不太像个预言家 那就在一十二里面出 因为现在场上一支 二一张爆 三一张爆 如果你底牌是个语言家 那十一是个狼 那我们就在一十二里面找最后一个 随便 因为我底牌是张蛋 他那个是个猎人 那你底牌只能是张蛋 你不会是个女巫吧 那就是我最后 那总归一十二还有一张平民牌的了 不对嘛 最稳妥的 稳妥的引法就是 我把十扔下了 一十二随便出一个 你把我扔下了 今天晚上来守我 明天让那个六死 第二个也出局 这是最稳妥的 因为我能把十扔下 你也把十扔下了 不是吗 如果你觉得六底牌 真的是一张预言家的情况 我告诉你我底牌是张蛋 就一十二里面出一个 晚上来守我 第二天 如果游戏不结束 再出一个 因为你扔下六十个预言家了 二三双爆 四把十一带走了 他爆了十一叉叉 长长只剩一张狼人牌了 不是吗 我能把十扔下 那就是一十二了嘛 顺着出 你晚上来守我就行了 因为我底牌是张蛋啊 这个六再放他一轮嘛 因为我确实感觉 我不太像个预言家 但这个六 你说这把能抱我 你能觉得我是个好人 我一定把这件事 但老实说我是个狼 有办法对你抵触 先放一轮 放一十二里面出 我可能会偏向于出这个一 因为我觉得一摸牌 一一就是在我留他警惠的时候 我觉得不太好 我觉得表情不太好 我会 但是我会听他们发言 我会听他们发言 毕竟你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底牌是个平民 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跳女巫狼也不行啊 我怎么警商都打十一是个狼啊 我说女巫十一还能 还能被枪死啊 他直接吃毒了 对不对 我认为十一是个狼走的 他警商发言什么啊 他认为你爸不像个预言家 对不对 然后我认为你像 我把他打到图里面 他认为我是个好人 他什么事 我觉得十一是个狼走的 六抱了一张十一擦伤 还可以 因为他第一轮 说没有验人 那真的非常屌 对吗 你要是个狼 跟我玩这种心态 那就送你 对吧 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七发言 像个首位 因为我觉得 女巫你走了 可能是当九 因为我觉得九是个好人 对不对 你不要告诉我你一时二还在开一张女巫 对吗 你再开一张女巫 推另外一张 然后下轮 你们自己去毒 因为你们不可能读一张九吧 四能开枪 九不可能吃毒吧 对不对 一张名号人牌 能吃这个毒吗 你不要告诉我 牌同刀同毒的逻辑 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对吗 所以说你们把这张六 一张预言家牌认下了 那就随便打 对吗 你们如果跳一张女巫牌 出另外一个 然后晚上 你看她女巫能不能开毒 如果开不了毒 那就请出局 对吗 因为我觉得 当时一一定是个狼子 我觉得三郎已经去了 好吗 那你们自己互打吧 好吗 前之位 这个八你们可能打不动了吧 因为首位保了这样八 对不对 那你们只能互打 我更偏向于那个一状态不太好 所以说 说不定你拉拉我 就希望能吐死个一 好吗 过 12号玩家请发言 现在应该没人看直播了 我能不能碰你一会 不是 不是 那个什么 阿爸1112 你是 你是怎么拍不来的 不是 那个三是什么 不是 你怨言家 你厉害 我老 我藏那么事都给你带到了 你厉害 你厉害 不厌人 打直播去 你还不厌人 我们来时候讲 你怨言家 麻烦你厌呀 你那个什么 阿爸11杀你怎么盘出来的 那三是什么 五狼 然后我 我跟你讲 我听七八两张牌 好人排 是报了你 我听七八两张好人排 保了六 要不然我一定把你拍死 但你七五盘了个三 但你这哪个好人 我可能 你没顶出来这个点 你先走 你一定是狼 坐在那坐在那坐在那 等下处分你 一定等下再处分你 这个一 你不要张嘴 我现在想先喷压了个六 知道吧 那个阿爸11 我看你对几个 阿 八 11杀 第两个 阿人还是自报的 对一让 11 都知道他是狼 你这冤架有什么用呢 是吧 你自报了 你演什么呢 你整年年是个狼 等一会啊 快到了30秒 提醒我一下 抱吧 行不行啊 有什么好演的 我是个蛋 我先给你讲 我不认识什么牛 什么东西 我是个蛋 对吧 我这个是赖吧 我跟李景璇 这能赖出来的好人吗 我就赖 行吧 我是好人 我不想说 这个能认 对吧 牛 你觉得八人好人 我也觉得八人好人 他都自报了 我想捧了个六 自报吧 他们一定来的 我都好人了 我赖不赖了 你也给我赖 你也给我赖 你看你 我们俩拉了 赖得过了 还有20秒 提醒我呀 一定提醒我 我要再捧了个六 你那阿爸 11杀怎么点出来的 厉害厉害 我失了 我常这么事 得给你点到了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 何必老啊 呦 你还不保 还有四十秒 四十秒 你去什么了 我现在碰你一会 反正 我觉得这个电影 没人看直播 对吧 波瓦 你打了个十 你打了个六 你肯定打不了我了 我已经赖不上一张好人 时间还有三十秒 三十秒 那你在想吧 我们眼里面都知道 狼 一定都是反逊话 但一定不是猎 哦 猎已经开枪了 我反正 发言时间到 一号玩家 请发言 吞你了吧 三分钟时间 我给你 三分钟时间 我给你讲 就抱不了 就我一个狼了 我抱什么 抱什么 你告诉我 就是总归呢 这次的游戏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游戏呢 到我这里 确实结束了 是个狼 是个狼 就是 赖成这样 我扛队不了你 这几个我能 你告诉我 我打谁 就你坐在我 这个位置上面 你告诉我 这几张牌 我能去打谁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六啊 不是个原因啊 这帮人在这 哄最后一个狼 知道常常 还是最后一个狼 在那哄啊 哄哄的 就是今天呢 你稍微不赖一点 我帮你扛吹 我到那儿去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这个五啊 是个原谅 而且我觉得 大概率先也是个精髓 所以他留我一期 仅会留 对吧 哎呦 就是确实很难打 不过这次比赛呢 也见识到了 大家实力 都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 就是一个总结发言 我先总结一下评论 我现在有三分钟时间 行不行 行不行 就是我待会 希望是这个样子 你们呢 都弃票 然后呢 我们俩户头 我们再发一论言 你看行不行 咱们再碰一下 好吧 确实没什么打的 你这个状态 我赖不过你 我这个位置发言 真的赖不过你 好吗 那个就这样吧 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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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玩家选择 交牌 请你们的所有玩家 到场上 我们评选一下 MVP 以及最后的获奖改言 本局游戏 四名狼人分别为 一号 二号 三号 十一号 二号 玩家为白狼王 女巫为九号 预言家为六号 猎人为四号 首位为七号 后来才反应过 我 你听了个十年秀 你们两个都忘记了三号 你对我我也在秀 我觉得你听不来了 我都忘记三号 那三人后给我 我以为你听不来了 所以你给我秀 我也替你秀 你真是愿意 十三万人看 这个人是什么 我妈妈妈 十一十二 我跟你讲 你都买了 那三人后 我都忘记三号 想认识 一天也不贴 一天也不贴 第二天呢 呃 这个九号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第二天也九号 你怎么认识呢 你带十一场 他就把我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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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为了比二 八号 今天晚上拿到四把比拟 你拿了一把比拟 谁啊 我这把我拿到三把狼了 这个阿花 十一杀 请报告是 也到很好 定义 他只要给我解释 不败我就不败 哎呀我这位置 我能怎么搬我 搬回来了 哎呃 你们坐一下坐一下 就是二号跟八号 呃 一号玩家坐一下 十一号玩家去哪 你应该这么一下 哎 你们最后一二三十一四个 都是安徽队的吗 对 一二三十一是的 哦 那总分 总分是总分已经算出来了 三十一代零了 那个 什么你们把他们调回来 我叫 我叫 因为我们这个 我 我要是不跳 你一起跳 可能他还不会帮你 就赔了 我去把他打了 你把他打了 你把他打了 你看他那个状态要怎么摆 他们四个人全部盯着我 哎哎 这是人员 你觉得六十一眼压 你不摆我接受 你觉得六是平平五十一眼压 你就摆一摆 啊 摆不了 你告诉我怎么摆啊 本局游戏 等一下等一下 好先别说话了 本局游戏 四名狼人为一二三十一 二号玩家为白狼王 预言家为六 第一天晚上没有选择燕人 然后首位的轮次 第一天空手 第二天自首 第三天守了六 女巫是第一天 八名号人选择自己心目中的MVP 三二一 四号玩家当选MVP 狼队的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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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队的MVP选一下四名狼人 三二一 我觉得他给十二 给十二 狼队的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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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狼人商讨一下 不用商讨 在我倒数后投票 不能举自己不能弃票 三二一 三二一 三号玩家当选MVP 好公布一下比分 一号玩家七四 你是叫七十四是吗 七十四 获得的是八分 二号九蛋 获得的是七点五分 三号抄S 是吗 KS KS 获得是九分 四号笑笑 九点五分 五号小合同六分 六号小狼心三分 七号仙道十六分 八号小A十一分 九号以Kuso十四分 十号失去Revon 九点五分 哎 不对 是八点五分 他有个背锅 八点五分 十一号二十三四分 十二号KK 九分 这样南京队的得分应该是六十三分 安徽队的得分是三十四点五分 这个拉的太多了 今天那个南京队和安徽队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南京队是力战两天的比赛对吧 然后昨天是多少 四十九 四十二点九 四十二点九 今天是六十三 怎么会四十二点九 四十二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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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队两天比赛一共获得的是一百零五点五分 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然后明天晚上八点钟是我们的上海队和安徽队进行四场比赛 那么今天发挥比较出色的是仙道和Ikuso他们分别拿下十六分和十四分 是两天以来最高的得分 仙道是司法全胜外加一个MVP 然后下面有请十二位玩家对今晚的比赛进行一个总结 也感谢弹幕前的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 从一号玩家七十四开始吧 就是刚才已经差不多总结了 因为今天晚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互联网活动 这样的比赛 然后南京的选手也是第一次玩 然后现在发现就是我自己在我们自己那个俱乐部玩呢 其实大家都熟人玩起来是比较放松 今天可能都带一点比较认真的这个情绪在这玩 确实大家视力都非常好 然后总归也有就是我个人来讲 大家都可能对自己 待会儿都有说的时候肯定都说对自己不是很满意 确实就是有些人我们安徽的 可能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的话 会有些紧张或者说会有一些 这样的发挥失常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希望就以后的这样的比赛呢 我们都多交流一点 然后大家都互相熟悉了以后 我相信这个游戏啊 肯定会是越来越好的 好吧 就是这样子 感谢一号玩家七十四 二号玩家九蛋 江星师 是这样 我觉得我今天的游戏目的反正已经打到了 第一我觉得玩的比较开心 第二我觉得也交到了朋友 那个九号玩家 我觉得我真的可以跟你留个微信 因为第三局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你发言视角都是一样的 我也是当时定一四五六四张狼人牌 但我今天可能打的不是特别理想 我觉得 你第二局我抓一张女物牌独一是 我当时开独一的时候我是挺自信的 因为我觉得他吃身份一定吃准了 是狼人 但最后发言的时候还是动摇了 然后可能还去站了狼队边 所以导致第二局集体翻车嘛 可能也是一号玩家第二局 我觉得汉跳赌心理那个状态的确比较好 那第四局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比较晚了 也有点困了 就比较着急了 跟狼队友说声不好意思 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们狼队友 抿神的功力还是可以的 第一天抿了九十张身份牌 我们狼队友说刀六十张预言家九十女巫 第二天三抿了四十张神牌 我觉得抿神还是抿的可以的 可能真的晚上有点困了 然后抱的也比较急 那明天希望跟上海队比赛的时候 能够有好的发挥吧 那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多玩玩 好吧 过了 好 谢谢二号九蛋 下面是三号KS 三号玩家发言 那今天玩的很开心 其实玩了四把以后 我其实有一句话想对我们的合飞狼王说 明天拿阅言家别不验人了 好吗 我们在下面听到你三天 是三天没有验人 还是两天没有验人 其实都开心死了 心想能不能 还是不是有一线机会能赢 对吧 那今天拿了 他玩了四把 拿了三把狼 真的手比较旺 把把都抓狼 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吗 那拿狼 其实也有拿狼的玩法 那我拿狼被全场盯着踩 那也是比较无奈 是不是特别是这个四号还有八号 那全程就是觉得我拿狼 就一直盯着我踩 第三把好不容易拿了一把好人 不行我一定是一张狼 其实哎 被打的可能有点 呃 就是可能自己发挥的没有那么 就好吧 反正今天玩的开心就好 那明天还有一天跟上海队的比赛 那希望自己好好发挥 好吗 过了 好 谢谢三号PS 四号笑笑 呃 时间也不早了 我觉得首先要感谢一下 GYC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的法官三三 对吗 辛苦的把我们直播了这么久 然后我们今天打得很晚了 然后我觉得 希望安慧就的人也不要 呃 丧气明天调整好状态 也感谢最后一局 四个狼人 你们名声 精准的名到了我 让我捡了一个MVP 非常感谢大家 好吗 我觉得我这MVP是捡来的 对吗 呃 我认为 呃 以后希望能够多一些机会 然后多和你们 我觉得现在娱乐节 可能大家会放松一点 我们南京队可能昨天也有一个热身了 所以今天可能放得更开一点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做在一起 嘛 三号玩家我们论论不同身份 希望以后能够同一次身份 好吗 嗯 多的也就不讲了 好吗 然后一会儿 大家 可以合个影 好吗 然后以后可以多交流 我们先到 这种事情 等会儿交给这个七号玩家 你去组织一下 好吗 嗯 多了就不讲了 过来 好 五号小合同 呃 首先今天是我们南京队最后一天了 明天我们南京队就起程回去了 首先请让我多嗶嗶一会儿 我想跟十二号玩家学一下怎么赖 真的好玩 就是十二号玩家我跟你讲 你虽然说没有人看了 有十三 有十三万人在看了 底下那边刷 哇这十二号好逗哦 我真想学你 真的每天认真真找狼 找得那么辛苦 嘶 其实我觉得赖一赖 真的挺好玩的 真的挺好玩 游戏体验超棒 呃 真的今天最可惜的是没抗推到七 那没有关系 呃我五七九我们三人 过段时间还要打华山顿剑 我一定要抗推七号 我一定要抗推七号 呃八号下周过来打WCO 呃 呃八号是我们南京赛区WCO的冠军 八号下周来打 明天还有我们的美女法官小小七来法合肥对 就是上海的比赛 就请为大家 请为我们打打一个call吧 今天打的其实还是挺爽的 好吧 呃那我也就过了 欢迎明天大家来 来店里找我们玩 我要打包你们狗头 过了 六号玩家小狼星 我来发个言 是这样的今天呢 其实很开心 大家在一起玩 今天进行过四局游戏呢 首先我说一下 我分别对四局游戏做个总结 那么第一局呢 拿了一张狼人牌 那在那个位置 我是选择汗跳 帮队友打扇动的 第二局呢 是拿了一张好人牌 不过第二局呢 我们大家很多人对场上的形势 判断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导致第二局整个好人牌 几乎都是在一个比较 摇摆不定 或者说是非常错乱的一个情况下 进行游戏的 那第三局呢 同样是一张狼人牌 最后呢 基本上大家的发言 包括自己大家的逻辑都是很好的 我们定完了身份之后 我是最后一辆 没归出去 那最后一轮 拿一张预言家牌 我就想放松一点 同时我也对向了赛前的承诺 对吧 我给大家说了 我说如果拿张预言家牌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不愿人尝试新的打法 你们可能觉得 你们可能觉得 你们可能觉得这样的打法 不能够接受 不我想 总归这个游戏当中呢 女巫牌它可以选择不去读人 守卫牌也可以选择不守人 同样预言家牌 它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玩法 对吧 因为狼杀这个游戏并没有人规定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去玩 相反我们应该开拓更多的玩法 去让所有的人 对这个游戏有更深的体验 那很开心今天跟南京的玩家们 进行了一些交流 我觉得很好 同样我认为Ecoso 市区 包括仙道 包括小A 都玩得非常好 都玩得非常好 那今天呢 我可能发挥的不是很好 不过不要紧 我认为咱们安徽队呢 虽然今天分数不是特别高 但是包括KK 包括74 都汗跳 包括KK的发言 发言的方式 包括23的发言 都是有很多的亮点的 都是很多亮点的 我希望你们 在以后 哪怕是在我们的店里 或者是在别的店 都能够把自己的长处 发挥的更好一些 发挥的更好一些 总归今天跟南京队的比赛 让大家学习到很多东西 不管发挥的好 发挥的不好 我觉得对大家以后的狼人杀 这个游戏上的体验上 都会有一个新的 起码是经验上有所增加 对吧 等一下呢 多多我也不讲了 先到要发言 我提名仙道怎么发言 今天仙道是全场的NVP 好吧 过了 有请7号仙道 OK了 我们就喝完 所以现在比完了 我就把它喝完了 然后今天就很高兴 因为我们南京队 今天是最后场比赛了 然后最后场 大家发挥的都很好 也拿了比较好的分数 所以先首先感谢 我们南京队的六位队员 然后想对合法队的选手说 其实不用拥有那么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第一天 其实第一天刚来 可能有点水土不服 打的可能都会比较 感觉施展不出来 所以希望你们明天 会有更好的表现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对吧 然后我 对二号玩家 就是可能这个 环境限制了二号玩家的发挥 我觉得二号玩家 可能在那种露天环境 晚上可能玩得比较好 因为他是个占星师 然后提醒一下12号玩家 就是明天带麦的时候 你麦一直带的是反的 我一直想提醒你 但我老是忘记 你才带反了 卖在右边 我说的反是上下反 然后再做一波宣传吧 我们那个南京JYC店的地址是 玄武区阳光路3号 太阳光剧场旁边 明天我们这些六位玩家 就会打包回去 你们在店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然后欢迎你们过来 捶抱这个五的狗头 你们就算了吧 然后 结果大家可以一起 那个合格影留个念 希望大家以后 可以到南京来玩 然后我们有空的话 也会组织去合肥玩 因为那个合肥的 你们的联系人 也联系过我了 希望可以多进行一些交流 我觉得今天大家 可能发挥的还有一些虚数 且这个游戏 我觉得最终还是一个摸底牌的游戏 因为好人真的 狼人在玩的好的玩家当中 狼人真的生存空间比较低 所以昨天狼人也只赢了一把 今天狼也只赢了一把 所以我对玩狼玩的好的玩家 还是更加欣赏 所以今天就这样吧 然后希望你们的名人 能打出好成绩 好吗 我们就达到回复了 最后明天是我们的美女法官小七 为大家发上海跟合肥的比赛 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小七多多关注 因为他最后也可以成长得像三三这样优秀 别别别别 谢谢 8号小A 今天拿了四把平民牌 首先跟你们合肥对待人讲一下 昨天我就跟仙道讲 说昨天我们打的感觉视展不开 今天反而就好了 你们明天估计状态会比今天上升一个轮次 所以不用担心 其实我比较想学的是跟12号玩家学 如果我下周WCO能有这样的水准 我估计应该是没问题了 应该是稳了 就12这个赖实在受不了 我 你5号说 10号 12号赖游戏体验贼棒 你看那个1呢 不是 你知道12在赖的时候这个1表情有多尴尬 所以说好人游戏体验差 一定要老人游戏体验好 好人游戏体验好 就一定要老人游戏体验差 所以 其实大家今天表现都挺好的 我觉得南京店和合肥店 都发挥的挺好的 希望你们明天有更好的表现 9号 你哭嗽 哦 价位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知道吧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价位性 你知道吧 我还以为这个气啊 他讲结束了之后我们一块合个影吧 我还没想要 我们结束了一块吃个饭吧 我还没有想吃个饭 没想到是合个影 合个影就合个影吧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只不过呢 就不是 就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没有 到顶 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还是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的 而且我觉得 今天的一场确实比昨天一旁打得舒服多了 因为昨天 根本就没有发言 就真的是没有发言 最会把打得也不好 对吧 今天就打得比较舒服 所以我觉得你们明天一定打得比我还舒服 然后呢 我觉得 也不相干 因为这次就相当于试水嘛 对吧 因为还有华山论剑要打呢 我们五七九对吧 八要打WC 都是相当于一次试水 就相当于 为之后更重要的比赛去热身吧 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感谢成安搞 兼职法那么久了 多久不讲了 我知道 好 10号是去Rev 你问2号微信要不再约个电影 吃个夜宵怎么样 哈哈哈 搞得这么暧昧干什么呢 就是 我觉得今天发回 其实第二把拿预言家不太好 因为我觉得 拿预言家太紧张了 主要咽到 先倒是个茶茶 不慌嘛 对不对 我16分的大声 内心啊 怪 咽到它是个茶茶 我真的慌得不得了 切 嗯 没有遵逢人性流 对吧 他第一把接了茶茶 第二把我还去见他 但是我冲她是精水咽的 怎么办呢 因为第一轮我把他疼了 对不对 然后夜宵 他时常茶茶被抗推了 没有办法 那我自己可能拿预言家比较紧张 今天发挥的可能不是太好 对吗 呃 其实我不想占编你的 就是因为这个人 去打了我心目中的两个好人 那我就把他推了 对不对 我对这七的要求太高了 没有办法 好吧 所以说我希望你明天比赛发挥能好一些 好吧 调整一下状态 不要让人家看出来 十二我跟你对话 你明天就跟那个上海的南波基尼对赖 看看哪个更赖 好吧我一定会弹幕为你打开 你一定能赖过他 开不过来 开不过来啊 那完蛋了 那你赖不起来了 没事还有理解 哈哈 那加油赖好吗 看好你 三三赖 过 过过过 首先 第二吧 等一下 没有说前缀对吧 你们今天都不等法官说 请你发言 你们就发言了 这个要有尊称对吗 由三三的兄弟二十三发言 首先 其实今天 就输赢真的无所谓 我觉得 打一些东西必须要有收获 对吧 比如说 其实第二场 我其实在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 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比赛 之前都是一些想想到的东西 我在寻找一种打法 叫做坐标打法 当时我是以巴为坐标打的 因为巴第一把的表现实在太有趣了 因为我是个狼 视野很清晰的 他竟然可以把四狼在第一天井下就点起了 所以我觉得 巴应该对七九 包括十 就是你们南京人吃的很准 对吧 结果 其实当时我是挺觉得 我看完之前 我觉得十像好人 我觉得九的第一轮 尽量发言像狼人 因为或者就三张把十打得太死了 但是 后面 怎么怎么 我直接就把这个十摁死了 所以 其实我有想过 对吧 逆人性流 他是个狼人 凭什么给这个七去发茶山呢 对吧 是这个道理 其实自己都在想一些伪逻辑 我觉得 后面我就觉得 还是要靠自己的判断 对吧 自己的感觉是比较准的 而且我觉得 就是 还是要打一些逻辑 对吧 就 状态保人太容易错过了 而且容易保错人 对吧 就 嗯 输赢真的无所谓 当然 自己分低才这么说嘛 分高当然不会说这种话 嗯 就 嗯 很高兴可以跟南京的这些朋友 一起玩 好 希望下次还有有机会见 好 12号KK 嗯 其实吧 我 打这个鱼戏啊 真的不 真的不喜欢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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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王宝宝的兄弟 王宝强 嗯 其实我玩这个游戏 真的很爽 但是真的 我不是想碰你这个鱼 我的猪肉你 我知道他会 我要碰了个六 知道吧 你在我的眼里 一定是当狼坐在那坐着 知道吧 所以 嗯 所以我就不想跟你掰了 就 你觉得那一点吗 都听完了 不想跟你掰 就 把你赖死了 嗯 说吧 其实今晚四局的表现 对自己第一把 太失望了 第一把打完 我微信也炸掉了 我 和菲勒编 我微信也炸掉了 说 战面账啊 怎么这个六怎么取得出来的 太紧张了 真第一把 因为我盯着六再看着了吧 看着看着 谁取出来六了 我也不知道我这六怎么取出来的 我井上也战面账啊 井下也战面账啊 最后取了个六 金威跟六对视了两个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取出来的 好吧 我那把一定取你十一 但我算了 他们讲取你十一 你也起出去 也起出去 这样让我好过一点 如果差我这一票 起出去了 那我可能就会挺难过的 不过是让白石头藏来的 嗯 其实啊我想对四七八的想象来说呀 其实我今晚挺特别期望四好好跟我表现 但四今晚挺让我失望的 真有点了 因为我看你昨天打上海真的挺强的 地有起地吧真的挺强的 哦 拿狼子是吧 怪李景 因为李景的皇冠 李景的皇冠 哦 因为我真的 我来的时候说 我要跟这个四 我一定要盯着这个四打 今天四 我感觉今晚不是太亮眼 但今晚这个八 我说我来一定盯着四七八三张牌打 这个八嘛 但后面两八 你可能对四跟九这几张牌定义身份错了 对吧 所以我一直认为场上有两狼 所以我乐伦才讲 归着阿 是最稳的大方 在我的视野狼是一定能赢的 对吧 我比较求稳 嗯 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对吧 搞得 搞得 有点想去南京了 有点想去了 好吧 搞不好 我们这次结束又去嘛 一起去一趟 去这么多 都挺开心 挺开心 好 谢谢十二位玩家发言 李景你要说 说两句吗 好 对对对对 好 好 ai 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来的 那个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今天有总积分了吗 有 南京六十三 安復三十四 南京 明天得努力 我本身呢 我收到一个消息 我是特别的高兴 我听说明天的兰博经纪哥哥 终于不用再上场了 这是我很放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到后半夜 我收到了一个噩耗 北英里斯将出场 就是很高兴 就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高兴 一下子我也高兴不起来了 明天的突破口就在北英里斯 那个安徽队加油 你们可能见过刘德华 可能见过刘青云 但你们一定没有见过李斯 那种眼深入你的骨髓 我在楼下前面碰到一个 打路人局的 我不知道是你们安徽队的朋友 我感觉是 或者是南京队的朋友 这个人真的牛逼 暂时呢 我先不告诉你们 这句话我以后的直播当中 我一定会用到 当我说到那句话 我就这样就贴脸了 是吗 讲吧 讲吧 这个人这么说的 那我现在得说什么 他说美国队长 什么来说 我想想看 组织起来 美国队长 他 忘了怎么说来着 反正类似 不行 我非要回忆起来 美国队长 他是英雄 但他可能 不会拯救你们 还是什么 但我 我明天再去回忆起来 明天回忆起来 我实在想不起来 实在想不起来 那个 预祝南京队 不是 安徽队对吗 预祝安徽队在这里 我仅代表 那个刘二龙同学 预祝安徽队 明天一定要取得坏成绩 拜托拜托拜托 你们很留念 我去给你们楼下端茶地数 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 八点 准事不见不散 你们就站这边吧 那个认狗的先出局 哈哈 那你来一起啊 那你来一起 那你来一起 笑笑